我們終於成功幫助兒子拿去人生第一個護照 進去全部都是滿額的 很誇張 我以為自己聽錯 她說是呀 凌晨三四點已經開始曾經有人排隊 What? Hello 大家好 我是BK小編Ivy 我是BK小編SALOMI 今條片要宣佈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不是我們有了 而是我們終於成功幫助兒子拿去人生第一個護照 真的很辛苦 因為我們分別用了不同的方法 她是用郵寄的 而我就是親身遞交這個護照 人肉實測了兩個不同的方法 告訴大家 記得開始前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以及追蹤我們Facebook和IG 現在馬上開始 那事緣為何無端端要萌生這個幫她做護照的鏈頭 就是因為我們本身她生日的上個月 我們是想著一家人 就不是去香港staycation 是去澳門的 這個傻逼逼的母親 我是一直都以為 BeeBee去澳門 只需要用出生紙報告 我也以為是 不是她說的我也不知道 誰知道突然有一天搜尋一下 純粹無聊搜尋一下 幸好不是去到關口 我才知道原來不是用出生紙 過關去澳門 小朋友是要用這個護照 再加身份證 然後我心想 糟了 我看這個消息的時候 已經是三月頭 但我們本身的旅程是 計算是三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去 然後我就想死了 即是說不說得了 對 然後我開始上網看 當然是看了一堆官網 她有一堆文字 但也其實不太明白 但看不到 Molt太明白 對 幸好很吃ricorn 另一個有心 within 就是他們裏都很配合 對 就是說打澳門比較好 所以其實要跟隨矽隱私 錄像嗎 是 直到關網 對 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資訊就是 原來小朋友第一次去做護照 小朋友一定要現身一次 你一定要帶他去一次 那我就想怕有什麼脫漏 不如我還是做的時候就帶他去 都是很治癒 想著上網預訂什麼時候做 就算要請日假也照去 也是要做的 那怎知道呢 排了50分鐘 進去那個可以預約裡面 然後進去全部都是滿額的 試了幾天 什麼事段試都是這樣 那算了 這個網上預約就不是一個方法 那剩下的方法有什麼呢 就是walk in 或者郵寄 其實還有一個叫做投帝的 即是你個人親身把那堆東西 就洩去那個箱 那我覺得也沒什麼意思 要不就walk in 要不就郵寄 但walk in 我自己的想法就是 我又不想特地請假 又好像沒有了期 在那裡扔在那裡做這件事 那我就想不如郵寄吧 所以我為什麼當時選擇郵寄就是這個意思 其實需要的文件就有以下的 第一樣就是證件上 其實是total需要三張 就是總之做這個步驟就是要三張BB的證件上 但是記得要看那個規格 是的 然後第二就是要填三份表格 第一份表就是BB的passport的申請表 第二就是很奇怪的 為什麼會看不明白我的網 就是因為原來你沒有身份證 是申請不到passport的 所以你要申請完身份證 但幸好它是可以一起做的 同時交給就可以了 對 一次過記就可以了 然後就需要多一個付處人的簽名表 證明這個人真的叫阿皮 真的有這個小朋友的 就要父母以外其餘一個大人 就肯給你身份證庫本和簽名 可能婆婆爺媽媽那些都可以了 總之填表就是這三份表 然後文件裡就有BB的出生子庫本 然後爸爸的身份證庫本 媽媽的身份證庫本 還有剛才說的副處人的身份證庫本 沒有錯啦 最後最後一樣就要有支票的 如果你郵寄 因為它是不接受你去拿剩的時候才交錢的 然後收費的地址我們就記住了 總之就要以上這些東西 才可以齊文件去郵寄 然後我記得我是在公司拿了公文袋 然後這個時候要考大家 我今早考不到它 究竟香港最便宜的朋友是多少錢 現在郵費 給大家3秒 3 2 1 答案是2.2 加了價格 加了2毫子 因為舊本的郵票是2元 因為它提示寫明 一定要貼夠郵資的郵票 否則又不收到 即是說2元的郵票是不夠 然後貼得多一個 我很生氣 我很生氣 我貼了3個 我都趕及 4點半截遊之前 就寄出了 因為又會計算再過一天 所以就很緊張 剛才發生的所有事 我都是親眼在旁邊見證 然後已經覺得很累 對呀 我看到也覺得很煩 但也提醒我 這件事是時候都要去做 我最初都要去笑它 之後就到我很緊張 我就決定不如我親身遞交 因為旅遊證件來說 都會有一個即日籌 可以去walk in 未必只是上網 預約成功才可以去 每天都有一些限量的walk in籌 多少個就不太清楚 所以我就懷著這個心情 想說好吧 不如就索性去親身遞交 不要犯了 於是者 我就很認真 我還去到這個 實地考察 去到實地考察 上面我就拿了表格去填定 其實我在公司拍片 但我很擔心會不會適合他 所以我反而去到 我還是拿一張正式的舖 不好意思 我個人比較緊張 那天去到 我就問那裡的職員 其實是否每天都有即日籌 要怎樣去拿 他就說每天都有 是每天早上7時半 其實就會派一些即日籌 不過我想這個時間 就應該每間職員都會一樣 有機會一樣 所以如果大家真的坐在walk in 可能都會自己去 自己去了解一下 因為我們都怕未必間間一樣 我就心想 OK 7點半 好 我心想 如果你一定要做多一件事 你都會去做 然後我就覺得自己自以為很聰明 然後我就在入境處樓下的保安 我就問他 他一定是最親身 他一定是最親身 他還未問其他保守的人 然後我就問那個保安 我通常想發現 人們最早是幾點會排隊 他說 3、4點 然後我說 不是 他是7點半開始拿醜 我以為自己聽錯 他說 是呀 凌晨3、4點已經開始 曾經有人排隊 然後我立即說 What 好像全香港人都要拿Passport 然後我說不是 他說 你自己衡量 你自己決定 總之我就見過有人這樣的時間排隊 我說 好吧 然後我就不知為何 在哪裡 一心就覺得 我就去試一下 究竟是不是真的 可以 對 可不可以拿到 那當日 我是 6點 21分 是 是平衡來的 是平衡來的 因為其實那天 剛好我是要複餐 順便 做完 我就想上午 一定要做 一定要完成這件事 那一天 6點 21分 立正 樓下排隊 天都未光 當時我去到 我前出燈索 是前面有11個人的 即是 6點21分 對 大力11個人 對 這個是蠻好的適合 對 我很誇張 但沒有 結果還有一些 凍凍的 我還要衝頂湖 現場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站住背包 怪 對 人生很久很久沒有試過 要這麼早起床 你為了AZ現場會 為何你不這樣賣 不過人家現在不能這樣賣 不能賣實際費 否則 應該都可以 在隊裡見到一個這樣的人 本身我媽媽聽到的時候 她還想叫我再早一點 然後我說 不要 因為她問 為何你不叫她老公去 她說你不怕嗎 我說 我不打算3、4點去 我還要很大陣仗 除了大家的東西之外 我就是在Netflix單 第一部電影 站在那裡 看 渡過了我那一小時 我大概在7時半的時候 我轉過來數一下 大概有多少個人 我想知道 假如我是不太早的 7時半的話 給大家記憶 當時大概有三十多人 拿的醜 其實那個是臨時醜 也不是正式醜 你拿到的時候 我就排第八個 她給了一個醜 她就有一個時間 我可能是八點半至九點 才再回去 拿一個正式醜 所以排隊整個過程 是不需要帶小朋友的 我打算是 彈症的時候 就已經帶了QQ去 我打算好一點 滿滿一身 都是她提醒我的 打算有些什麼 將證件相片 假如真的拍得不好 還說不行 有些什麼 小朋友已經在了 可以更容易解決 所以我便拿了這個方法 直到她真的拿了個醜 但其實我也有回家一陣 因為不知她在哪裡 我已經很累了 已經站了一小時 但我是不敢睡覺 你知道嗎 我打算休息一會 然後叫嬌起床 然後餵奶 然後我媽媽回來 看到沒有愛 真是偉大的 這樣 然後我們就一起去 但因為我預約的時間 因為等她們 都有點問 最後就是我自己 走快點 對 走快點 九點前去到 其實我到了的時候 發現已經開了門 和很多人都已經在裡面了 但其實我想她不是真的 九點才開門 她是會再做一點 開門去做的 一到的時候 很簡單的 都是排隊 然後她會和你對文件 看看你這樣 你已經是聰明的媽媽 已經填滿所有東西了 對 她對齊了之後 其實她也有問我 你小朋友是否會來做 我便說 是 但她說現在她的人在哪裡 她就說 如果你的小朋友還未到的話 其實我給你一張醜也沒有用 我心想 為何這麼誇張 好像人齊才讓你入座 我心想 我已經這樣排隊 又拿出過程 已經很辛苦了 但我剛好看到 婆婆抱著QQ進來 我便說 到了 然後我很生氣 到現在幾點 九點鐘 九點鐘都未正式 未正式做的 等了大概八個字 等了阿菲 還有可以提醒大家 她的紙也有個好處 現在是有個QR Code 她讓你掃描 掃描完之後 就可以隨時走開 都可以看阿菲 你到哪裡 對 那你便通過 直到在櫃檯的時候 她就真的再正式 詳細一點對一些證文件 還有 顧母的正式身份證 你都要拿出來對 在那一部分 她就會叫你小朋友 就脫一脫口罩 總之看清楚 你的樣子和一對 和照片是否相配 其實都是確保你的身份 這樣就已經完成了 然後你就再等 叫名 這個過程很快 可能大概五至十分鐘 她就叫你去另一個卡卡 那裏交了錢 反而一個就不一定要給支票 你親身打交 就可以是八達通 或者是沒有記錯的 EPS 其實都可以做到的 然後她就給了一張紙 就說你最快可以 即是那裏已經通知你最快 對 那裏已經通知了 已經說4月18日可以 最快可以拿 你可以在網站或上網預約 去拿 我拿的時候 就不需要再帶小朋友去拿 你自己一個人拿就可以了 雖然你排隊這樣很辛苦 等了很久 但我想說 我由多內心的折磨 都不好受 我只看到你這麼煎我 才親身排隊 對 因為我說我二號記出 其實你一直都不全無音訊 你不會知道自己的封信是否記出 成功收到 有沒有漏東西 你是不知道 直至我一個星期日 早上起床 悶悶鬆鬆的檢查 我突然收到入境處的訊息 就是12號的時候 她就說 你終於收妥我的申請 收妥而已 對 收妥就行 不是 不知陳律 又不知陳律 又不知你有沒有錯 對 直至我到21號 終於收到可以拿證的通知 那一刻緊張到 即是插信 好像那些 這次又不是傳訊息的 對 真是一個實體的訊 是在信上拿信 幸好 因為我都不是寫信 我也是 然後 這樣 所以大家如果是郵寄的話 一定要留意自己家的信相 她是不會寄出那封信之前 再提及你 或者電郵是沒有的 就是一個入境處 寫著入境處的一個信封 還有 我們的理解來說 多數地址都是電腦PRIM出來的 但她不是 她是直接用我當時填表 我自己手寫的地址 她是scan了那部分 再印上信封 然後我就說 這麼搞笑 所以大家要小心 記得記得 地址一定要寫清楚 是啊 我們非常幸運 是21日 原來沒有交流 所以以上的方法 我才敢說出來 打開封信 然後拿證的日子 又不是即日就可以去的 最早是3月27日才可以拿 有一個period的 即是兩個月左右 你一定要在這兩個月去拿剩下 否則又不知道會怎樣 雖然大家應該也不會 也不會像過 我當時一看到封信 我已經馬上回到家 立即打開電腦 立即約去拿 誰知道進去又是這樣 全部都壓門 而且你不能再選擇其他中心 因為你填表的時候 你已經選擇了 我沒有辦法 然後我很無奈 原來我最後都是難逃要去walk in 拿的這個命運 就是在過去的星期六 我沒有Ivy那麼誇張 即是沒有再做一次實地考察 因為我打算拿應該很快 她說我開9點 我都準時9點達鎮 我還要搭的士 因為又是我自己問題 我應該再早點起床 9點她已經排了很長路 星期六來的 對 星期六來的 但都可以的 她真的調整著動 我想大概15分鐘左右 我已經拿到一個當日拿的帳 我當日沒有叫阿皮和我一起出來 我便拿了帳 她最後說 我現在是9點拿的 我12點就可以回去再拿 我跟姐姐說 你差不多時間 對 到時出來拿 但我們12點又準時去那裡 誰知道我檢查那些號碼 我真的不知道 KR Code可以檢查到 我不知道 然後我發現已經過了 那個號碼 還是不知是33 已經是36 我心想 不是 我又要再等了 我便去新聞署問她 她便問她 如果過了號碼 你在那個領政的檢查 有空檔 便放進去 我便馬上走過去 然後又是脫脫口罩 拍一拍那個BB 我也不知道是否 即是她看了一看 然後我便可以拿到 那就是帳戶和身份證 終於拿到手 哇 過了一下 感動 這件事折磨了我 就是兩個月了 我拿剩下的過程 就和你簡便一點 因為我當時 我申請的時候 即時她已經跟我說 其實哪個日子可以拿到 其實我那段期間 是比她快知道什麼時候拿到 變相呢 她便可以預約到 當然可能也是因應不同性 可能情況也有點不一樣 所以我便很輕鬆地可以選擇 那些日子 時間是什麼時候去拿 我那天知道 預約了一個時間 我差不多時間去到 其實你到了一個中心 你都要拿一個即時的照片 即連結都要去照片 對 連結都要去照片 對 連結都要去照片 對 連結都要去照片 當時其實好像等 大概三至五個號碼 便可以了 總之我整個過程 是四個字之內 便可以走得 成功拿到護照 加上身份證 對 有件事頗重要 就是你那個 即最好當然 是要平日去 因為我去視察環境的時候 不是星期六 真的有很多 很多很多人 通常中心的地方 已經不是大 然後你看到有老有嫩 有很多初生的B 也有 懂得走的B 有大一點 然後有校服 對 真的什麼都有 你會覺得很紅 很震撼 很冷靈形 過得很厲害 還要看到 有些媽媽是要即場沖奶 給B吃 這個環境是浪漫的 真的很辛苦 多人多惡劣 所以我覺得平日去 會較為舒適 其實也會有很多人 但也是其中一件事 另外 當然也是要帶齊文件 我又是看到一件催紋 在我問的時候 看到旁邊的帳戶 都是幫他們兩個 都很大的小朋友 去做護照 他們本身已經有身份證 但職員問到的時候 小朋友有身份證 爸爸 哪個身份證 都說 沒有 我沒有帶身份證 他要做護照 我覺得這些是 媽媽要先做好這個工作 對 還有小朋友方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是 一家有時間 可能不同年紀有不同需要 可能有些小孩子 即是要吃奶 或者帶那些小孩子 可能要吃飯 還有要帶零食 但是我們帶他去的時候 我都特地免帶B車 因為他會走路 我身為很擠迫 沒有什麼位置 我都寧願去坐大腿 或者牽著 帶好東西 給他分散注意力 對 因為我又怕不知等多久 雖然拿了一個醜 但你也要等 那些時間 可能大家也要注意 帶一些安撫的小玩具 和零食給小朋友 或者看我穩定 所以多次 去過一次 實地考察是好的 例如你預定自己心目中 在哪一段時間 真的有機會去旅行 即是再早些 避開一些黃金期 例如五日勞動戰 會有很多人 因為未必只做護照 有些人可能做其他證件 都是堆滿下人 這些是要注意的地方 我們兩位人獄Hacker Hack了入境處 申請護照的系統 然後我游記 游記由我膠表 即是寄信開始 去到我可以拿 我用了28天 這個是沙田區的代表 實施過之後的答案 那元朗區的代表 實施了是親身大膠 我前後用了21天 就可以成功拿到那個證件 其中間我都夾集了好像3天 它有復活節假期 所以其實都變得好像快 它是快很多的 即是時辰證明 起碼都要一個月 對 大家要計算 我這麼說 當然要用 我這麼辛苦 我不用 就是五至六月左右 只要去旅行 原來護照一定要跟身份證用 這個項目看看 是的 我又不知道 分別不用 對 所以那時這裙子 就先說一定要一起用 還有就是第一次做人 打媽 真的原來這麼繁複 對 原來真的很多東西 是需要學習的 幸好我們都有被試驗過 也好像有個盆 做些事但不會這麼慘 也可以互相分享這些燒資 當然要和大家分享 沒錯 我們試一下接下來再拿些物證物證 對呀 再和大家說 人肉策略 好了 再做人肉hacker 拜拜